一品南乳肉 腐乳卤是浙江民间的传统左菜和调味品 浙江的民间经常用它来烹制菜肴 这道南乳肉就是一粒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 猪五花肋肉四百克 需要的配料有小葱二十五克 姜十五克 食令蔬菜一百克 调料有白糖二十克 红腐乳卤二十五克 少酒十五克 精盐两克 酱油十克 味精零点五克 还需要熟猪油十五克 红须粉两克 下面我们开始做这道菜 将整理干净的五花肋肉 切成大肠方块 然后把肉放入开水锅中烫一下 捞出 再放入凉水锅中 炒锅中 炒锅中放油 再加上酱油 料酒 红曲粉 红腐乳卤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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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将烫过的肉放在葱上面 加入清水 用大火烧至 大火烧开后 再用小火焖煮至成熟 然后收干卤汁 出锅装盘 将圆汁用湿淀粉勾芡 然后淋入熟猪油搅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把圆汁浇淋在肉上 围上绿色蔬菜即可 制作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肉要选用带皮的 肥瘦相间的 用砂锅焖烧的时候 火不能太旺 才能使成菜达到要求 一品南乳肉 这道菜的特点是 菜口油润红亮 味道纯香 入口即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特别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